是什么原因让她半生漂泊 无处为家 她当时长得好长的头发 好脏兮兮的 她除了一个拐棍 众人齐心 这次她能否找到回家的路 看到她可怜吧 她就请求电视台 帮她找下她的家 你别紧张啊 我们就是问一下情况 就想帮你找回家 找到家 骨肉分离 兄弟四散的背后 又有着怎样 令人唏嘘的往事 她好想去家 可是现在要脚弱了 你知道你们吗 可以就不要 就我了 回家的路 都市情人 今晚播出 都市情人 情感心间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是亚之 如果您有什么心理困惑 或者情感难题 希望我们帮忙解决的 可以关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 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7918831 6800 不久前南昌市东湖区文教路的居民 龚慧慧给我们打来求助电话 说是有一名疑似来自外地的残疾男子 在六年前租住了他家的房子之后 便再也没有回过老家 每当龚慧慧问及对方身世的时候 他就会默默的流眼泪 说自己不记得家和亲人在哪 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那么这名男子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他为什么会找不到回家的路呢 这一切还要从六年前的冬天开始说起 画面中这个垃圾桶旁的角落 就是六年前工会会第一次见到 这位名叫廖青松的残疾男子的地方 就这样的 他就一直在我家安顿下来了 他当时是什么样子 他当时长得好长的头发 好脏兮兮的 他除了一个拐棍 托了一个三件书包 就这样来的 别的东西没有 我就上前问他 你干嘛 他这么晚你不回家 你站着干嘛 要冻死了 叫我没有家 没地方住 你能租房子给我吧 我可以哦 你交得住房租 再交得住 时隔六年 工会会依旧清楚地记得 第一次见到廖青松时的情形 他什么都没有 我就拿家里放置在家里的那个日常用品啊 被子啊 衣服啊 枕头啊 水桶啊 衣架啊 这些东西我都给了他 把他安顿下来了 吃饭 他又没吃的吧 我就在家里贴的给他吃 他吃了以后对我好感激哦 又是坐衣的 又是流眼泪 就这样 廖青松在工会回家 租住了一间不足五平米的小房间 从此安顿下来 一住就是六年 嘴巴好乖 叔叔阿姨的叫不停 我们都有的时候 等他叫都不好意思 他会打招呼 哈喽 叔叔好 阿姨好 大姐好 都会叫 反正他的脑袋就成 放在十来岁的样子 不像他这个三十多岁 四十来岁的 没有那种 和廖青松接触久了 工会会发现 和普通人相比 廖青松除了腿部有残疾 大脑也似乎没有那么聪明 想问题很简单 就跟小朋友一样的 他就晓得那些 问好这些东西 但是他不会 小头小摸地要人家的 他这点绝对不会的 人还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 如果你要给他一点 他也会接受 他马上就会讲 谢谢 就会这样说一下 工会会认为 虽然廖青松 可能智力有些缺陷 但是为人却很正直 待人接物也很有礼貌 他自己虽然那个小房间里面 摆得乱七八糟 但是他会捡 他走路不方便 他垃圾扫到门口 但是我每天扫院子 我都会帮他把垃圾带掉 因为还有别的邻居在他旁边 不能因为他一点垃圾影响别人 我就会每天跟他带的扫一下 如果我没有扫旁边的 还有一个大姐 我叫大姐 他应该叫奶奶 那个奶奶也会帮他扫掉一下 比个老实 很老实 很老实 不慢来说话 有的时候 种东西会干嘛的 他人居都会帮他拎一下 像有的时候提水 他提半桶水 都会动动动走不了 但人家都会帮一下 一起居住的六年 除了工会会 周围的邻居 对着这样的料轻松 也总是忍不住 多照顾一些 人家邻居都好乐意 只要家里有一点什么 人家也会给他吃 家里小孩不穿的衣服 也会给他 像我一样我也会给他 都是这样 我们周围的邻居 都是很好的 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的 都要小房东了 房东都不大了 有工作 吃的东西都拿得给吃了 更加高危险了 让我们安慰得不大 在外面 有什么吃的东西 我们也拿给他吃 廖青松善良的性格 和残疾的身体状况 让周围的人对他心生同情 也导致了房东工会会 萌生想要帮廖青松 找到亲人的想法 就可点 特别是人家那个脚都没有 他现在也 还有个脚还会烂得流水 有的时候看到他 拿那个餐巾纸去开 有的时候我走过去 看到他开 搞得我们心里都很难过 哎呀天 要赶快去治 只是每当大家提到这个话题 廖青松能够提供的线索 却非常有限 他不记得自己家里的具体地址 对于自己什么时候离开家的情况 也说不清楚 他就讲从家里走出来 走得不认识回家 他就知道自己是湖南人 别的一点印象都没有 而促使工惠惠 将帮廖青松寻亲的想法 付诸行动的原因 是疫情期间 没有身份证的廖青松 没有办法申请二维码 自行进行核酸检测 做核酸嘛 他又做不了 我们大队啊 我们那个闲师府 管理处 公园村的干部蛮好 就上门 只要是全民核酸 就每次上门都跟他做 单独跟他做 单独的管 虽然他没有那个 跟别人要扫码啊 手机啊 他这些东西都没有 但是我们村里都帮他做了 他就是在这种的情况下 他一点身份都没有 我就坚持 一定要帮人家找 好在当地社区的工作人员 得知廖青松的情况后 在每次进行区域内 全员核酸检测时 都会特地上门 帮他做核酸 这是我们那里的 村干部 因为他身份证 什么东西都没有 按时核酸 每个人都要做 所以我们就跟他 单独跟试管 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他们已经向当地派出所 反映了廖青松 没有身份证的情况 希望能够对他提供帮助 我们现在目前在疫情 我们排查到了 房东在跟我们说 我们才知道 之前不知道 那之前不知道 那知道的话 有没有后续 比如说 什么 比如说帮他 找一下家人 或者是说帮他联系一下派出所 我们已经联系了 已经联系了 已经联系了派出所 派出所是怎么说的呢 派出所 他也在那个 在网上 他这样子 他的信息 信息不全 找不到 他的名字 什么地方 具体的地方 找不到 只是廖青松 对于自己的信息 记忆模糊 除了姓名之外 不能提供 其他有效的线索 加上受到疫情的影响 无法开展调查工作 事情因此陷入僵局 陌生人的善意 让他重获新生 这个老婆娘 不是说他们啊 我 走就死了 漂泊多年的背后 他有何苦衷 等着妈妈嫁了 然后去找妈妈走 对 对 找妈妈走死的 回家的路上级 都市情缘正在播出 这里是江西二套 都市频道 江西都市频道 温馨提示 久坐久站 容易引发 腰椎肩盘突出 腰疼 腿疼 坐骨神经痛 椎管狭窄 腰椎骨质增生 呵护腰肩盘健康 输筋健腰很重要 人老戏不老 全靠腰腿好 输筋健腰丸 配方砖 药材好 传承陈礼记四百年 治药精髓 专药专制 腰椎筋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 趋疼痛 输筋健腰丸 对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国粹中药 匠心传承 四百多年了 和他共度一生 是三十五万个小时 说出我爱你 用了二百四十天 牵他的手 犹豫了三十秒 而遇见他 只需要一个刚刚好的机会 江西二套大型婚恋服务平台 都市放心爱 在这里 遇见美好爱情 优质青年嘉宾 专业婚恋服务 信息真实 安全可靠 高效互动 轻松交友 江西二套 连美全省各级行政机关 各大企事业单位 为青春加油 让爱情发生 关注都市行员微信公众号 或拨打0791-8831-6800 个人或单位均可报名 公会会告诉记者 生患残疾的廖青松 租了他家的房子 已经有六年的时间了 六年间 他们从陌生到熟悉 而公会会对于 这个生患残疾的租客 也一直是照顾有家 于是萌生出了 帮他寻找亲人和家乡的念头 考虑到自己的能力有限 他想到了求助我们栏目 希望我们能够帮助 廖青松一起找到回家的路 眼前不足五平米的房间 就是廖青松的住所 就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房间 承担了卧室厨房的双重作用 只是在廖青松眼里 这个简陋的小房间 却是这六年间 给他遮风避雨的家 在遇到房东工会会之前 廖青松四处流浪 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所以他特别珍惜 如今的这个家 吃饭我自己会做饭 你自己会做饭 自己学的吗 不是 自己有个电话堡 有个电话堡 你自己每天做饭 廖青松告诉记者 这些年来 他也曾尝试过向他人求助 想要找到家和亲人 却始终一无所获 那么多年 在碰到这个大姐之前 之前那么多年 没有人主动站出来帮助你 有时候有 我都说 能不能帮我找他们 也帮了 可是找不到 对于自己的身世 廖青松能提供的信息 少得可怜 你自己今年多大年 八六年的疏忽 八六年疏忽 是什么一个原因 就是你这样在外面融合 你才有意义 因为小的时候 妈妈搞教了 我哥 跟我妈妈一起走了 哥哥都慢慢走 剩下我一个人 亲爸爸死了 你知道好小的时候 我就死了 你知道因为要我 小的时候没有 我生过学 廖青松告诉记者 因为在外流浪的时间太长了 对于家的记忆已经模糊 他只记得自己的名字和年龄 以及父亲去世 母亲改嫁的童年经历 你记得哥哥比你大多少吗 还有大四岁 哥哥大四岁 哥哥叫什么名字 还有叫 叫廖妙春 廖妙春 大你四岁 嗯 妈妈的名字记得吗 没有妈妈的名字就不知道了 爸爸的名字 也不知道 嗯 不知道你和哥哥的名字 廖青松拿出一张小纸片 指着上面的字告诉记者 这是他记忆中 与家有关的唯一的信息 纸片上写着廖青松的名字 和出生年份 以及他的哥哥廖妙春的名字 和出生年份 之所以对哥哥印象深刻 是因为在他的记忆里 哥哥从小就对自己特别好 而对于自己当年和家人失散的原因 廖青松给出的说法是 当初他是为了寻找改嫁的妈妈而离开了家 从此找不到回家的路 那家里的大人说了吗 你出来的时候 没有 就是自己好出来的 对妈妈 那个时候多大呀 差不多 七 八九岁吧 廖青松说 刚离开家的时候 自己的腿没有残疾 能够帮人扫扫地 做些小工谋生 变故发生在2008年 廖青松告诉记者 那一年 他去陕西西安找工作 却不慎被冻伤 索性在西安政府的救助下 通过治疗保住了性命 却从此落下了腿部残疾 丧失了劳动能力 看到他可怜吧 那就请求电视台 帮他找下他的家 他毕竟年纪一年一年大吧 他是八六年的 为了帮助廖青松 记者联系了南昌市公安局 刑事侦察支队三大队的民警 向他们寻求帮助 为了帮助廖青松 5月20号那天 民警们来到廖青松的住处了解情况 希望通过面谈的方式 获取更多有效信息 帮助他找到回家的路 民警的耐心沟通 能否换起他脑海中关于家的记忆 小学你学校叫什么名字 什么学校知道吧 你们记得了 来自各方的热心援助 能否帮他找到回家的路 想回家呢 想啊 思想 平时是想不到 回家的路上集 都市情人正在播出 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温馨提示 头晕头痛胸闷心慌 要警惕 粘稠的血液正在堵塞您的血管 请及时清洗 血液清 血管通 心脑才好 血液粘稠 就怕堵了心和脑 经常头晕 头痛 血热 乏力 你需要清洗 清洗八味片 粘稠的血液 缓慢流进心脏 流过大脑 容易引发 头晕 头痛 血热 乏力 就怕堵了心和脑 清洗八味片 三百年清洗鼓方 专药清哄血 祝您血液不粘稠 哄血清 心脑好 专药清哄血 梦齐清洗八味片 制毒 贩毒 吸毒 毒害自己 殃及他人 毒品危害 是人类社会的公害 毒源不息 禁毒不止 全民动员 打一场禁毒持久战 看出来吗 看不出来啊 好错你要闻 哦 我闻闻 好错你来尝 好 我尝尝 唇酿量造无添加 唇香酸酸好唇酿 长康唇酿白醋 就是惊喜的味道 和他共度一生 是三十五万个小时 说出我爱你 用了二百四十天 牵他的手 犹豫了三十秒 而遇见他只需要一个刚刚好的机会 将下套大型婚恋服务平台 都市放心爱 在这里 遇见美好爱情 优质青年嘉宾 专业婚恋服务 性机真实 安全可靠 高效互动 轻松交友 将下套连美全省 各级行政机关 各大企事业单位 为青春加油 让爱情发生 关注都市情缘微信公众号 或拨打0791-8831-6800 个人或单位均可报名 为了帮助漂泊多年 身患残疾的廖青松 去寻找亲人和家乡 记者接到求助之后 立刻联系上了南昌市公安局 刑事侦察支队三大队的民警 很快民警就来到了 廖青松住的地方 希望通过面谈的方式 可以收集到更多 能够帮助到他寻亲的 有效信息 他这个人员的身份比较特殊 第一个他是残疾人 第二个他的智力 是有缺陷的 第三个他是没有户籍的 所以说我们接到这个情况反馈之后 在5月20号 我们就和咱们这个 江西爱套都市频道的记者 一起来到了这个现场 我们想实地面对面的 和这位当事人做一个交流 5、6岁妈她就死了嘛 嗯 妈然后 后来妈妈又 就 就从我吧 他们这样 就 觉得方 觉得方便又 祝我阿姨 到广东去了 你妈妈 我给你阿姨到广东去了 我听她说话 我为了有点像这家 那我 像这那边 刚刚说是湖南 你记得这里是哪里的呢 是湖南的 湖南 一见面 为了缓解廖青松的紧张情绪 民警们和她闲话家常 想要通过这种方式 拉近彼此间的距离 唤起廖青松脑海中 更多关于家的记忆 别说你想说读过书 哎呀 我认读过去逃课 小学 逃北 逃课 小学 你学校叫什么名字 什么学校知道吗 你记得 你别紧张啊 我们就是问一下情况 就想帮你找到家 好啊 好啊 可能是因为离家的时间太长 对于家乡和亲人的信息 廖青松能想起的实在太少 这给民警的调查工作增加了不小的难度 我以前是干什么的啊 是种地的 种地的 你忙过来 你家里有牛吧 我没有牛 以前的旁边是 还有 甚至 你家有的牛嘛 跟地嘛 他所能够提供的线索 非常少 第二个 因为他这个智力有缺陷 所以说他整个表述的逻辑 相对来说是比较混乱的 在通过我们进一波的沟通中的话 我们所能够掌握到的线索 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明确的话 就是 第一个 他叫廖青松 有个哥哥 父亲去世了 母亲改嫁 然后再一个就是 他一直在强调 他是无难人 随着聊天的深入进行 廖青松逐渐想起一些零星的 关于家的记忆碎片 你家有天你去哥哥哥 收过水道吧 就收过 这是一个那个链刀的 链刀的 什么样的链刀 还有就是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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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弯的 弯的大吗 这里 小一点点吧 不是 不错的 它是跟我们这里的同样 对 你知道不 它是很长的 它是这样的 它是一个弯的前面一点弯的那种 对 对 这里是直的 这里前面一点点吧 对 那这种弯道是我们 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些相关的引导 包括这些饮食习惯 包括你所居住的这个以前这个地方的话 还有这个有没有山有没有河 或者山的高度啊高不高啊 包括你这个比如这个水稻啊还是小麦啊 吃米饭还是吃面条啊 包括你用于收割这个秋收的时候 用于收割这个农作物的一些工具 我们都有聊到 所以说我们其实是希望通过一些这样的 能够挖掘到他心里面的这个 埋藏到心里一些很深刻的一些记忆 在现场除了通过和廖青松耐心的沟通 以收集更多的有效线索 民警还对他进行了血样采集工作 把你血采回去我们到时候回去试一下 好不好 看看你是哪里人 杨敏告诉记者 虽然对廖青松进行了血样采集 但是因为廖青松生父去世 生母改嫁的特殊情况 想要通过这种方式帮他找到亲人 其中是有一定难度的 然后通过DNA直接去找到他的母亲 其实这种难度是比较大的 因为他母亲是一个改嫁的状态 那么他现在还会不会来找这么一个孩子 而且是有缺陷的孩子 我们心里是有一个疑问的 通过沟通杨敏发现 廖青松能够正确写出自己的名字 这个细节给杨敏提供了一个新的解替思路 他应该是读过书 他连那个笔画顺序都没有做 他的信是廖 那么如果没有读过书的话 他不可能每一笔的笔画顺序是完全正确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考虑到第一个 他应该早年是有户籍信息存在于我们公安机关的户籍系统里面 对于廖青松而言 多年的漂泊生涯已经让他学会乐观积极地去对待每一件事 但当记者问他想不想家时 廖青松还是一瞬间就失了眼眶 飘零半生廖青松依旧正直乐观善良 而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些品质 让周围的邻居在日常生活中愿意多给他一些关照 在采访中廖青松告诉记者 自己为了回家曾经在路上走了十几年 也曾经向很多人求助过 可惜都没有结果 那么这一次在众人的热心帮助下 他能否顺利踏上回家的路呢 经历多年的流浪漂泊后 他能否重新回到亲人身边 回到家的港湾 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在这就结束了 在民警的帮助下廖青松能否如愿地踏上回家的路呢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廖青松回家的故事 想拖单别等待找二套放心爱 提醒一下大家我们都市频道呢正在打造 以单位为基础的婚恋服务平台都市放心爱 想拖单的朋友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在应用市场当中搜索 金视频爱不下载打开金视频 进入到都市放心爱的社区 这样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举办的活动了 那么同时啊您也可以通过都市情缘 都市现场的微信公众号 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7918831 6800 报名参加我们的活动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是什么原因让他半生漂泊无处为家 他当时长得好长的头发 好脏兮兮的 他组的一个拐棍 众人齐心 这次他能否找到回家的路 看着他可怜吧 他就请求电视台啊 帮他找下他的家 你别紧张啊 我们就是问一下情况 就想帮你找回家找到家 骨肉分离兄弟四散的背后 又有着怎样令人唏嘘的往事 回家的路 都市情人明晚播出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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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